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这一次的大陆新闻节目 拜登上台 美国向左转 中共送礼制裁前官员 两个总统同时被弹劾 封城周年 武汉市长终于被下台 这是本周的几个新闻热点 上周三 美国历史上最诡异 最阴森 最肃杀的总统就职仪式 在数万军人如临大敌般的严密保卫下 和二十万飘忽飞舞的招婚番的阴风中举行 史上年龄最大 也争议最大的乔拜登 宣誓就任美国第46任总统 而卸任总统川普于当日稍早离开白宫 在机场的简短告别仪式后飞往佛州的家 落地后受到数万支持者的家道欢迎 与华盛顿就职典礼的冷清肃杀 形成鲜明的对比 倒也真实反映出民选总统与民选总统的不同境遇 不知是由于年纪太大 记忆欠佳 担心自己日后把交代的事都给忘了 还是躲在后面的操控势力太极不可待 在拜登上台第一天就一口气签了17个行政令 创下历届总统之罪 估计把这位老麦的总统累得不轻 拜登签署的这17个行政令也可称之为左转令 因为其中大多数是终止或逆转川普政策的 都是要把美国带入社会主义 或在世界实行全球主义的左派政令 如重新加入只限制美国而不限制中共的巴黎气候协定 重新加入被中共操控的世界卫生组织 停止边境墙的建设 鼓励大批难民用金 停止遣返非法移民 甚至计划给他们合法身份 撤销每家石油管道的许可 以至成千上万的美国工人立即失业 取消或说模糊男女性别之差 使世界沦为阴阳不分的魔性世界等等 概括地说 拜登终结了川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 而开启了美国靠后的新时代 这些倒行逆施的左派政策对美国的伤害显而易见 甚至连无情背叛川普的刚刚从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沦为少数党领袖的麦康纳尔都说 拜登首日就在错误的方向迈出了几大步 别急 请系好安全带 因为这只是加速倒车的开始 相信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极左势力还会不断推出让美国和世界加速崩坏的政策 以向我们展示在这末后之末 魔鬼是如何在统治着这个世界 与川普政府在最后几天还对中共连出重拳有所不同 在拜登上任一天后的1月21号 美国国务院网站的重要政策议题栏就撤下了 包括中共对美国和世界的威胁和5G安全等六个核心议题 以回报中共给拜登就职送上的制裁28位川普政府官员的大礼 这份在拜登宣誓20分钟后就抛出的制裁名单 包括前国务卿蓬佩奥 前拜公贸易政策办公室主任纳瓦罗 前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 和川普前策略师班农等 制裁内容是禁止他们及家属入境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 并禁止他们与中国做生意 这显然是荒唐可笑且毫无实际意义的虚张声势而已 就像被制裁的前国务次卿克拉奇和班农等人所言 与其说是制裁 不如说是表彰他们坚定反共的荣誉 之所以说这制裁是中共送给拜登的大礼 是因为打击川普和其支持者 无疑是拜登和中共的高度共识 虽然拜登政府的几名高官 对中共送的这份厚礼也颇为不屑 但拜登家族在中国的利益和深层政府与中共的勾兑 决定了这届政府的对华政策 恐怕将是口气大于利器 虽然川普已经卸任离开白宫 但对川普的二次弹劾还在强行推进 经过民主党头目舒默和佩洛西的密谋 两人决定将于下周一25日把弹劾文件递交参议院 要把弹劾进行到底 参众两院兴师动众要弹劾一个已经卸任公职的普通百姓 也算是开了历史先河 但更叫人开眼的是21日就在拜登上台第一天 乔治亚州共和党众议员马乔里·格林也对拜登提出弹劾 弹劾的理由是基于拜登担任副总统期间涉嫌滥用权力 通过儿子亨特·拜登与乌克兰打交道时存在腐败行为 于是便有了卸任和再任两个总统同时被弹劾的局面 不管结果如何 但这一幕必定会载入史册 话说回来 从人中看 由于参众两院都在民主党手中 对拜登的弹劾恐怕走不了多远 而对川普的弹劾却有可能过关 但我们多次说过 人说了不算 虽然恶势力似乎暂时处于上风 但在神来看 那不过是他们被淘汰前的末日狂欢 川普终于揍人了 这拜登总算是上台了 真不容易啊 是是啊 咱们今天抓紧时间 宣布制裁美国的高官 今天为啥这么急 诶 史再哥 你这都不懂 现在拜登当选美国总统 这全球都在看热呢 咱党就得趁着这个热护劲 赶紧抢戏啊 小赵啊 你这只说对了一半 我党制裁呢 主要是为了给新总统拜登献礼 啊 怪不得选在同一天呢 王部长 那咱们都制裁谁呀 既然是献礼嘛 那当然是要制裁川普的旧部 这第一个 就是这个蓬佩奥 对 这个蓬佩奥太可恶了 临走时 还给咱们党定了一个种族灭绝罪 和反人类罪 诶 这最可恶的是 拜登提名的这个国务卿候选人 布林肯 他也赞同蓬佩奥对咱党的定性 哎 更离谱的是这个推特 也跟着瞎起哄 还把我们那个驻美大使馆的账号给封了 分了 为啥 哟 您不知道是这样 再让追踪A位女友 还有啊 华司长就更惨了 华司长 您也看A位女友 呦 华司长 那咱是同号啊 胡说八道 你说什么呢你 哎 你给我说清楚了 否则我跟你没完 哎 你们都误会了呀 我可没说华司长和小赵有同样的口味 我是说华司长有一次给一则推文点赞 那则推文啊 是向习大大喊话 说 请你下台 向天下苍生谢罪 这事是真的吧 那是当时守华 不是故意的 这事王部长知道 王部长 您替我解释解释 好了好了 这事呢 小话呢 已经向组织上都说清楚了 以后呢 大家就不要再提这件事情了 另外还有小赵啊 我说你啊 这看A位女友 你上哪儿看不好 这非跑到推特上去看 你看我 我就没你那么傻 应该去这个 哦 我是说呀 咱们现在讨论的是制裁蓬佩奥 咱们就扯到推特上去了 都不要跑题嘛 啊 是是是 咱们继续研究蓬佩奥 对对 就这个蓬佩奥 他不只是在新疆问题上跟咱过不去 还有香港问题上 咱们党前不久在香港推出国安法 这爱他什么事了呀 这临走前五天 啊 还制裁了咱们六个中港官员 是啊 说起这个香港问题 啊 他们已经不是第一次在香港问题上制裁我们了 之前已经制裁过两次了 这俗话说呀 次不过三 这第三次制裁啊 啊 我们一定要对他们进行猛烈的还击 是 蓬佩奥太疯狂了 呃 咱们怎么现在才反制裁他呢 应该早的猛烈还击了 这不是说了吗 次不过三 之前虽然对咱们进行了两次制裁 那不就才两次嘛 咱要等着第三次制裁 咱们才能出手 这老虎不发威 当然是病猫啊 还是王部长有水平 就这么怂的事 这惊妮一说呀 他立马显得高大上了呀 这叫政治智慧 是为了防止他们反过来制裁 咱们更多的官员 你就说上回吧 他们一切制裁了咱们14个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这差一点就轮到韩正 如果咱们那时候还击呀 别说美国 韩正第一个跑过来就跟你们玩命了 现在好了 蓬佩奥离职了 川普走人了 咱们这时候制裁 是想制裁谁就制裁谁 想怎么制裁就怎么制裁 说的对 我觉得应该把川普当政时 凡是对我党态度不好的 批判我党人权的 通通制裁一遍 小话说的好 跟我的想法是不谋而合 我呢 拟了一份名单 大家看一看 提提意见 王部长你看啊 前国务卿蓬佩奥 前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 前国安顾问奥布莱恩 前国安顾问波顿 前副国安顾问博明 前白宫首席战略顾问班农 王部长 您这名单上 怎么都是前任啊 美国制裁咱党一众高官 咱说好要猛烈还击的 结果 却制裁了一帮美国平民 这 这也 不太对等了吧 我这小赵啊 幼稚啊 啊 你制裁现任官员 你找倒霉呢 这些官员都离任了 制裁他们 咱们安全呀 你再说了 啊 咱们要制裁现任官员 这些现任官员都是拜登团队的 拜登是咱当老朋友 他的团队那都是咱们自己的呀 就是 搞制裁 也要分清里外嘛 现在的美国政府和以前不一样了 这拜登 想向左转 还要跟我党学习呢 您别说还真是 这昨天我看这拜登就职典礼啊 有一种特别熟悉的感觉 这拜登啊 在台上讲话 这下面一大片 河墙实在的士兵 怎么看怎么像 习大大在天安门广场阅兵啊 啊 领导在上面讲话 哎 下面除了这个群众演员 就是啊 军队保安 我也看了拜登的就职典礼 但是我就觉得 气氛很诡异啊 原来川普一出来 下面都是人山人海的 这次拜登一上来 看下面都是彩气飘飘 怎么就看不着人呢 这叫人不够 拿齐凑 叫移兵之法 这过去行军打仗 兵力不足 就要广张旗帜 这显得人多呗 哎 要说诡异啊 这前一天呢 更诡异 这拜登就职前一天 在他的家乡 特拉华州啊 告别演讲 这讲着讲着啊 突然情绪变得激动起来 一边哭啊 一边交代后事 啊 有这么严重吗 千真万确啊 这华盛顿优报都报了呀 这拜登说呀 当我死后 特拉华州将被刻在我的心上 哎呦 这他第二天就要当总统了 应该高兴才是啊 怎么交代起后事来了 用祥之兆啊 哎 你也别说 这拜登就职当天 美国疫情死亡人数 突破了4300 创单日新高 哎 就在前一天 这死亡人数还是2550 这几乎涨了一倍啊 这开局就不顺 看来的确不太对劲啊 我看也没那么严重吧 这拜登顶多就是老年痴呆症发作了 这拜登啊 是经常说傻话 啊 我记得有一回啊 他都忘记自己是再选总统 而是再选参议员 这还有一回啊 他竟然公开说 他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选举舞弊系统 还有一回啊 他呢 说着说着就忘记自己说什么了 对对 我估计啊 可能是人家告诉他 等会发表个演讲 告别家乡 结果呢 他讲着讲着自己就忘了 当成告别人生了 呦 这拜登可不能死啊 这他要是死了 那咱等不就白培养他了 不过呀 拜登这总统 可是偷来的呀 呃 是不是 要遭天谴了呀 哎呦 可是拜登这个总统 是我党帮着偷来的 这拜登要遭天谴 命不久矣 那我党 有那么严重吗 这咱党干的遭天谴的事 可多了去了 差这一件吗 嗯 哎 对不起 我说错了 我是说呀 咱党也一样会遭天谴的 啊 啊 谢谢大家